其实教育女儿不也得这样吗 对 我们只是想给你揭露一个真相 就她不爱你 她也从未爱过你 对 你也不爱她 你只是爱上了跟一个小男生 所谓谈恋爱的感觉 这闹剧可以画句号了 所以你要清醒 别再跟她胡闹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已经咱们两个在一起三年 这么长时间还是有另一个感情的 其实上一次分手 我们就是会没找你复合 就是因为我受不了没有你的日子 我想跟你天天在一起 我父母那边 我肯定是会去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试着去慢慢地接受你 还有就是 我也会慢慢地去 接受你的小孩 接受你的一切 我觉得今天 听了专家老师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真的要 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谢谢两位请回吧 你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进爱情保鲜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种的情况出现 可是当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证明爱还在 当爱能减少 它势必就会增加 办法总比问题多 就看你们两个人是否有一致的未来